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黄岐峰牧师 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 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 一个忏悔的祷告第四讲 感谢主让我们学习诗篇102篇 在前面我们学习作词 用八种痛苦为理由 向神发出呼求 我们学习作词为西安祷告 我们学习神对西安特别的计划 今天我们要学习关于神的永恒 经文出自诗篇102篇23到28节 圣经说 他使我的力量中到衰作 使我的年质短少 我说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世事无穷 你起出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所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残存 天地都要主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主礼衣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残存 他们的后裔要建立在你面前 弟兄姐妹 你上的经文 你人生的短掌突出神的永恒 你天地的面目与改变 强调神的残存与不变 最后作者求神 使他的后裔继续建立在耶和华面前 你向我们一一思想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三节 圣经说 他使我的力量中到衰弱 使我的年质短少 这里作者回到在一开始的时候 向神发出呼求 陈述苦情的心态 这苦情比前面的孤单 寂寞 无助 无奈 毁伴 辱骂 咒诅 更恐怖 可怕 现在我们看作者的描述 他说 神使我的力量中到衰弱 使我的年质短少 这句话有两个表达 第一 我的力量 第二 我的年质 论到我的力量 作者以为他处于身强体转 精神抖数的时候 最不缺乏的就是精力 体力 耐力 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神使他衰强转坐下来 神使他几乎崩溃 无法招架 论到我的日子 作者原来以为 他能够活到寿终正寝 满载而归 谁知神减少他的年质 缩短他生命的岁数 使他突然之间 必须面对死亡 那真是晴天霹雳 不知足和嗜好 不是吗 日子艰辛是可以整寿的 但生存的希望绝了 连同整寿辛苦的机会也都没了 怎还能做什么呢 那真是到了三穷水尽 穷途末路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四节 我说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 世事无穷 这句话很宝贵 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 第一作者说 我说 从有些人是十四节目的经历 从有限的经验看 当一个人在急难中会开口说话 会描述心中的感受 会倾诉里面的痛苦 这是一个好现象 是神得拯救的第一步 人作被压太重 不想出去 不想见人 不想开口 那是非常严重的 也将是很难应付的 第二,作者说 我的神啊,感谢主 作者在世面受敌之中 立刻转向神,求告神 这说明作者平常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 他的心灵也是警醒的 同时,作者在心里作难的时候 想着求告神 这是最明智的决定 因为他将得到最快速最有效的帮助 这也说明神随时预备好 要垂听百姓的呼声 要施行拯救 真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这话是真的 第三,作者说 你的年数事事无穷 作者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两个亮光 第一,这是作者对神的正视 神是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 第二,作者反复说 神啊,你是永活的 你也能使我存活 父亲啊,你是永活的 我是你的儿女 怎么可以阻止短命呢? 不相称吧 第四,作者说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这是作者向神发出的祈求 这祈求引起三个问题 第一,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做参考吗? 回答,有的 以赛亚书38章1到6节说 那时,西西加病得要死 阿摩斯的儿子先至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主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 不能活了 西西加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呀 求你今天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加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话 领导尼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加说 耶和华你主大位的神主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征你十五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自成脱离亚书王的手 也要保护自成 弟兄姐妹 以上例子就是求神使不要在中年去世 又门神奇妙的应允 第二个问题 你问 我也可以求神使我中年不去世吗 我认为是可以的 但我们的祈求 总不得超过神的旨意 我们要效法耶稣说 父啊 你做愿意 就把自卑赐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旨意 第三 作为基督徒 我当初和看待中年去世的问题 回答 从神的主权看 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上午纪上第二章六节说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所以你问 信徒何时归家呢 回答 主权在于神 从神的眼观看 人在基督里就可以归家 诗篇116篇15节说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启示录14章13节说 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所以你问 信徒何时归家 回答 凡在基督里的 随时都可以归家 从使命的角度看 使命完成就可以归家 主耶稣才33岁 就归回天父那里去 因为他使命已经完成了 在约翰福音17章4节 耶稣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完成了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6到8节也说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战 我已经打过了 单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名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你问 信徒何时归家 回答 使命完成 我们就可以归家 从天上房屋建造的角度看 天上的房屋建造好了 我们就可以归家 主耶稣说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使徒保罗说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站盘座 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所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所以你问 信徒何时归家 回答 天上的房屋建造完成 我们就可以归家 从生命圣洞的角度看 基督徒早日归家 他在地上就少犯一些罪 弟兄姐妹 从以上一些经文的教导 中年去世没有不好 不过保罗在 腓立比书第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教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待事情 就是从教会和弟兄姐妹的需要 去看 他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 我在周生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 人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幸的道上 又斩敬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征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五节 圣经说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所所造的 这经文论及地和天的创造 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 引用这句话 他的真理深奥奇妙 我没有能力讲解 这些宝贵的话语 只是肤浅地从三方面 与大家一起思想 第一 作者说起初 这起初在什么时候 没有人能知道 但起初显明两方面的真理 第一 这起初与创世纪一章一节有关 圣经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二 神迹在起初创造一切 他必定在那起初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第二 作者说 你立了地的根基 论到地的根基 箴言八章二十九节说 神为昌海定出界限 为大地立根基 但这些在哪里 神曾经问约伯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呢 约伯不能回答 我们也不能 第三 作者说 天也是你所所造的 论到神造天 尼赛耶稣四十八章十三节说 我守立了地的根基 我右手铺张诸天 你问神主和造天 回答 创世纪第一章六到八节 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弟兄姐妹 神造天地 说明神是那 充满创意的设计师 是大有能力的工程师 是那托住万有的全能子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六节 圣经说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残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衣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桌子刚在前面讲天地的被造 现在它进一步从两方面 讲天地的未来 第一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残存 这是一个对比 是被造的天地与创造的主宰对比 是被毁灭的与残存的对比 是暂时的与永恒的对比 你问天地在什么时候将被毁灭呢? 回答 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说 现在的天地是凭着神的命令存留 则留到不尽浅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节说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 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行持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第二 天地都要足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足礼仪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弟兄姐妹在以上的经文 桌子使用比喻和对比两种写作方法 在比喻上 桌子用渐渐旧了的外衣 比喻目前的天地 用礼仪更换比喻将来的天地 在对比上 桌子说 目前的天地变旧是渐渐的 将来的天地被更换掉是突然的 目前的天地变旧是自然现象 将来的天地被换掉 是神重新创造的作为 西伯来书第一章十二节说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怪衣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节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足心腹专世整齐 等候丈夫 弟兄姐妹 讲到这里 我不得不停下来 颂赞圣经的作者 圣灵 他从起初就知道 以后要发生的事 不但是人类历史要发生的事 更是天与地之间和整个宇宙要发生的事 并且他的写作 是阻止精辟精简 透支完全 是空前绝后 无影伦比的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七节 圣经说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里桌子以颂赞神 把诗篇带到高潮 他从三方面称谢神 第一 神永不改变 至于前面讲的 天地要改变 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通常人们说 海是三门 但神才是没有转动影儿的 神才是着智 精致直到永远不改变的 第二 神是永恒的 至于人们常说的 地久天长 形成强烈的对比 其实地不会久 天不会长 圣经说 天地都要如外衣 渐渐旧了 天地都要灭墨 第三 作者说 唯独耶和华超越一切 别的都浮在虚空之下 还有 作者在这诗篇里 两次提到唯独神 或唯有神 强调神在万有之上 祂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是称谢耶和华的表达之一 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八节 圣经说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这里作者 用为他的子孙祷告 作为诗篇的结束 有三方面值得我们思想 第一 作者称自己为神的仆人 就是属于神的 忠诚于神的 永远服侍神的 这也是作者在这诗篇里 第二次称自己为神的仆人 第二 作者为他子孙的祷告是 他们要长存 就是要继续活下去 不要有中年去世的 不要有断绝的 第三 天地既然都要灭没 都要成为过去 只有耶和华不变和永存 作者就不要他的子孙 只活在地上 服侍国家的君王 却要坚立在耶和华的面前 就是服侍神 也要门神看顾和保护 弟兄姐妹 当愿我们 无论处于何种观景 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学习作者称谢神 要为神的国度祷告 为神在耶路撒冷的计划 祷告 为自己祷告 也不要忘记 为子孙后代祷告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折獰子哦以为男王》 是为他 写奖真生 是为他 写奖真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